我跟女友已經交往多年 那原本預計是今年要不如離他結婚 但是我女友卻在那個準備婚禮的階段 她突然告訴我說她還沒有準備好 希望能夠緩一緩 所以想要請問一下李星心理師 就是我們這樣的關係還能夠繼續走下去嗎 我覺得我可以了解你心裡面的擔心 以及對於要進入婚姻之前 對方的猶豫可能真的讓你蠻不安的 我在這個時候想邀請你去感受一下 當面對這段關係 目前對方踩了一個煞車 可是你心裡面經歷了些什麼 有些時候我們心裡面可能正在經歷 她是真的愛我嗎 她要喜歡我嗎 她會願意跟我走下去嗎 然後當她的猶豫發生之後 我們的關係會不會就準備結束了 而這個猶豫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各種心裡面冒出來的問號 可能會讓你更不安 讓你更想要去做一點事情 來去讓對方可以體會 你因為她的猶豫而慌不責路的感受 或者透過一些方法 想要把對方的心給找回來 這時候的你可能正在一個焦慮的狀態裡面 所以你的要求 你的確認 你對關係的各種不安 可能都會讓對方感覺到 你不見得是一個適合的對象 你為了面對婚姻可以趕快進行 而沒有辦法去理解跟對方的感受 跟她的猶豫 還有擔心到底是什麼 這個有可能反而讓你們的關係 進入一個惡性循環的狀態 因為這時候的對方 一來他可能正在面對關係 要進入婚姻之前的各種想像的擔心 不然有些時候我們進入關係 可能會面對各種的變化 我們可能要住在一起啦 我們可能生活會有很多的磨合 甚至我們要討論要不要生小孩 以及可能小孩的各種教養問題 還有婆媳的相處 或者是跟對方的相處能不能順利的 各種的想像與擔心 我們現在也很容易聽到周邊的朋友 是如何去形容 和描述他們的婚姻狀態 這些分享都容易造成 我們心裡面的各種疑慮 覺得結婚真的有比較好嗎 那現在的狀態 我們真的適合要進入婚姻了嗎 所以邀請你心裡面可以緩一緩 去體會一下 對方是不是正在這些擔心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這些擔心有沒有被你所回應到 還是你就會變得著急 催促對方趕快答應關係往前走 那麼這個關係的惡性循環 可能就會在這個地方開始發生 想著說我要再想清楚 然後再去確認一下這個關係的狀態 適不適合往前走 可是這個時候就會讓你覺得 好像關係不對勁了 你快要失去它了 就會讓你更著急 更想要證明些什麼來去確認關係 可是這個動作 有可能會讓你的另一半 更覺得說你其實不懂它 你也沒有想要去了解跟體會它的心情 所以心裡面就會萌生說 你真的是那個可以理解它 跟接待它的人嗎 這個疑慮可能就會種在它的心裡面 像種子一樣慢慢發芽 這就是我們在進入一段婚姻之前 可能會產生的各種惡性循環 從焦慮、著急到面對婚姻的擔心開始 然後你的回應、你的不安 你可能跟著加入 推動著人生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前 常見的一種惡性循環的樣子 可能不代表你們不相愛 或者是說這個關係出現很大的問題 可是那個其實點可能會在於兩個人的關係中 遇到各種的變化跟關係的不安全感 然後沒有辦法去好好的溝通跟相處 我跟我先生結婚九年了 然後有一對兒女 那當初呢 他是 我是學校老師 那他是工程師 後來為了要教育小孩 所以我就離職當個全職媽媽 那現在呢 我們的生活出現了一點狀況 就是平常除了小孩之外 沒有什麼交集的話題 然後夜痕感覺也越來越大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心理師就是 為什麼我們之間會越來越疏遠 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造成的 那當然還有就是也想要知道說 這樣的方式我們該怎麼去改善它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常見的現象喔 好像我們在相處中 特別是要進入婚姻之後 然後兩個人的相處 如果沒有太多的經營跟感情的交流 其實在孩子出生之後 我們就會把很多的重心放到孩子身上 然後去陪伴孩子 慢慢的我們就不見得有機會 把心思放在另一半的關係經營中 其實這個帶來的困境就會是 兩個人的交集默契 甚至是興趣 共同話題可能都會越來越少 以至於我們沒有辦法 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關係 然後關係可能慢慢變淡 所以從這邊聽起來 我們就可以了解關係的品質開始下降 然後兩個人之間又會因為各種的問題 有好多的爭執跟不愉快 所以在這種結婚多年的夫妻裡面 我們比較常見的幾個現象 就是我們如何跟對方的家人相處 可能有婆媳問題 又或者是跟其他家人相處的問題 有可能在各種的假日 我們要去哪一邊的家庭 我們要怎麼安排 以及在面對小孩的價值觀上面 可能也會有所不同 甚至可能還有政治傾向 甚至是信仰上也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一段關係 我們不能只是看 我們爭執的關鍵點在哪裡而已 我們要去理解在這些爭執的背後 我們價值觀不同的背後 我們究竟在爭取的是什麼 然後在不滿的是什麼 在這樣的現象裡面 我覺得很常見的就是 雙方其實沒有互相的尊重 當我的價值觀 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感覺到你是願意傾聽 然後你是願意了解的人 而不是很快地站出來 好像要否定或反對我的建議 然後以及你是否是願意理解 跟重視我的感受 那我就會更願意去跟你討論跟商量 我們在這種不同的價值觀下面 如何去找到一個共識 可是在這種情況裡面 我們往往會想要趕快去證明自己的想法是對的 以至於你可能就會很難去聽聽 為什麼對方要做這個選擇 可能這個選擇有它的用意 有它的看法和觀點 可是當我們很快地站出來 去證明自己的想法跟決定是對的的時候 我們其實掌握不出這份傾聽跟包容的心 那就很有可能讓對方感受到的不是一份尊重跟理解 而是一份否定跟拒絕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惡性循環 以至於你們兩個人很難去分享 跟了解彼此的價值觀 那談到這些就是吵架的開始 在家中的這隻手拐 Reloj 讓我選擇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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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還是 一起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